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關於通關的問題,在這段時間大家都應該是看到一頭沒水的了, 一時又說要14日通關,到了14日後又說要去到28日了, 到最近又說中港澳三地的防御政策越對等才可以通, 政策由原先說兩地政府可以自己決定怎樣談,到最後原來都是要問回大陸那邊。 今集又有相關再新消息,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新聞方面如何說。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7月1日去完北京後回香港, 在機場回應傳媒提問時透露,說香港政府已經跟港澳辦談通關問題, 而中央要求特區政府提交詳細報告,希望之後會有進展。 但是在7月6日,林鄭就在出席行政會議時就說了, 回應記者的提問和通關問題時就說, 北京那時有見過港澳辦官員表達相關訴求, 當局現在就在搞相關報告再交給中央, 暫時未有通關時間表。 而根據消息人士透露, 港府向中央提交的報告已經準備到七七八八, 希望可以近日提交給中央, 提交報告之後, 港府未有為通關設定時間表, 而關鍵是立即開始談談, 但公眾要注意, 越港免隔離通關目前的難度都是不少, 不要有太高期望, 因為就算有港澳辦的支持, 今次的磋商和其他兩個談判對象包括了國家衛健委和廣東省政府。 廣東那邊剛剛爆發了變種疫情, 還未驚完, 即使是中央批准港府開關去談, 難度都不小, 根據了解, 廣東省對香港疫情都很緊張, 相反, 省內復工復業一齊順利, 如果是與香港免隔離通關的話, 可不可以保證得到獲益大於風險? 現在預計廣東省政府開出條件一定很審慎, 除了首階段必須切入境人數限額外, 打疫苗和測抗體, 估計都是必須要與內地健康碼都重要有一定程度上的接軌安排, 總之, 香港都是要做充足準備, 才可以與廣東省通道。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健就說, 香港疫情現在還未算得非常穩定, 間中還會出現本土或輸入國案, 而內地亦都將通關安全係數設到高, 雙方對接仍然有一定難度, 至於澳門說這部份都是要看北京的指示, 加上香港接種率偏低, 目前兩地通關仍然有一定難度。 他個人認為, 估計內地要求香港要有七成接種率才放心, 現在今季內做到通關都有點難度, 中港和廣澳通關應該無快可實現, 香港現階段都是要著重清零及提高接種率。 由這一個新聞都可以看到, 其實現在不要說港澳兩地通, 就好像大陸方面都好像不想跟香港通, 為何會這樣說呢? 上面這個新聞都講到了一個重點, 就是廣東地區擔心的就是, 通關的得益會不會大個風險呢? 即是說他們認為中港通關對他們來說, 可能是沒有實際太大的得益, 這一點聽落其實都幾深酸, 如果是換了以前的話, 哪有可能聽到這樣的說話呢? 跟著香港那邊都有議員說, 今季想通關其實都不是這麼樂觀, 這部份其實我都應該認同, 這一個月左腳右腳, 兩地政府公佈的資訊每次都不一樣, 但出但入, 我看到都已經是消磨市民的耐性, 再加上上一次都有出片問過大家, 得到的回覆都見到的, 大家現在是給他們這樣搞完之後, 好多人對港澳通都沒有什麼特別期待, 加上更加是有不少人就說, 就算是通了都未必是上來的, 因為又要藍馬, 又要住指定的酒店, 而且還有好多活動都不能做, 其實香港現在都是主要是以這個輸入案例為主, 都沒有什麼本地個案的了, 都算是疫情對等的了, 其實就沒有必要搞那麼多事, 還有香港政府之前搞那麼多事, 又將本地個案變成輸入個案, 就打算保住清零日期, 但原來搞那麼多事, 急著在七一之前公佈那麼多消息, 放那麼多風, 但原來最後都是要大陸那邊給你通, 你才可以通, 不如一開始就不要說那麼多事出來更好, 正所謂希望越大失望越大, 還有為何要對香港那邊那麼嚴格呢? 這部份我真是不明白, 難道他們懷疑香港那邊是有潛伏病人在查不出來? 如果不是就沒必要這樣做的, 你們又怎樣看我今集所講的內容呢? 在下面留言吧, 我們今集就跟大家睇到這裡先啦,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拜拜!